据韩媒报道 截止之韩国时间31日下午5时17分 张子言事件证人 尹志武于前一日上传的控诉向警方提出的安全保护 但警方不作为 请求安全保护的国民警院统一人数已达24万 另外警方表示 之前为尹志武提供的位置追踪装置 兼紧急呼叫智能手机是启动状态的 确实有尹志武的三次报警记录 但负责的警察当时未能确认到该消息 对此表示正式的道歉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